詞曲 李宗盛 給你點上新燈 節目一開始 我們要來看 今天的連生活 佛要給我們帶來什麼寶貴的開示 林万尚上次讲 世间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看了世间 看了以后 他觉得世间很不好住 他想要离开 也离不开世间 但是他想要离开 好像是说这一种 比较有争执的 有烦恼的 有对词的这一种世界 他前几天跟我提出一个意见 他想要去当乞丐 他以为乞丐就没有憎恨 他以为乞丐的世界 就没有烦恼 没有对词 没有憎恨 在美国当乞丐 他当流浪汉 像你是一个绵羊 那你知道吗 那些流浪汉的世界是狼 一只绵羊进了狼群 尤其你的皮肤又那么白 对不对 那又没有皱纹 也没有老太 纵然你是一个男生 还是有人爱 你去当乞丐看看 你去当流浪汉看看 我讲了一个笑话 我就跟连望当场也讲了 我说你 你要去流浪汉群里面去当乞丐 你小心一点 你这个讲下去不太好听 所以只要是世间 有人的地方 绝对有是非 已经跟你讲了 流浪汉的世界 乞丐的世界 照样有是非 照样有烦恼 照样有争执 照样有对词 照样有怨恨 你到哪里去 找一个没有厌恨的地方呢 你要抖到你自己的内心里面 才是没有厌恨的地方 除了你的心修成没有厌恨 你才能够抖过 这一世种种的烦恼 那是你的自心成就 所以大圣菩萨 在修行当中 环境就是一种考验 你是要看自己的心 没有厌恨 外面都是厌恨的世界 只能够看住自己的心 这就是守戒 这就是成就 所以连宴连喜 他们有时候 他住在这个环境里面 虽然我们不能讲说 没有是非 没有对词 没有烦恼 有的 但是这个是给你们的一个考验 一个加持 虽然是逆加持 也是好的 也是好的 让你知道 应该如何去对待别人 我们行则 就是你修行到自己成为 大圣菩萨心的时候 认为 都要去慈悲众生 都要去同情众生 都要去帮助众生 把众生都看成佛陀一样 这个才是成就 所以没有很临近的地方 让你修行 这个人间没有真正可以让你临近的地方 让你修行 在寺庭已经算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在社会那更难 另外还有更难的地方 在斗争的地方 在阿修罗的地方 更难 在畜生道更难 在地义道更难 在恶鬼道更难 在人间 还好 还有这个亲近的道场在这里 应该要很满足 所以联望上师他想说 从这个道场的地方 到流浪汉的地方 去当乞丐 他受的苦 那就更多了 他的烦恼就更多了 我是希望是说 他假如真的要去 是可以的 去磨练 他说他不需要手机 他去那里 不需要手机 你没有手机会求救无门 当你进到一个房间里面 里面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飙行大汉 看着你的时候 你那时候真的是求救无门 对不对 你又要把自己当成布施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是比道场 更不亲近的地方 我觉得我这一世当中 当然我不是要求长寿 便没有 那么寿命也不是说 要多长 然后我有一句话跟大家讲 就是说 现在目前因为我出现 所以世界各地的道场都有要求 我去洪华 世界各地去跑 那我是这样子跟大家讲 我只能看机眼 看机眼 看机眼 就是说机眼成熟了 我就会到那里去 如果没有去 如果没有去 那请大家也不用责怪 也不要责怪师尊说没有去 为什么呢 因为寿命是很有限的 寿命是很有限的 人的体力是有限的 寿命是有限的 那我希望是说 当然我是平等 尽量去平等 去满众生的愿 所以当有这个上师跟我讲 师尊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 那么我准备好很好的道场 让你这个开眼佛法 我就跟他讲 我本来想跟他这样子讲 但是我没有讲 我是跟他讲 如果师尊不在了 那么你请谁呢 师尊不在这个世间 那么你请谁呢 我本来是想问他这一句话的 而不一定要请我 我也不一定永远在这个世间 世间不在了 那你请谁呢 师尊啊 师尊不在了 那么你要请谁呢 师尊不会不在 这句话很有意思 师尊本来就是在虚空之中 在各地方都在 好 对不对 师尊啊 要看自己是什么呢 自己不是一个实体 不是实在的一个个体 我常常讲啊 所谓卢生宴 就不是卢生宴 因为不是卢生宴 才是卢生宴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我是一个幻妻 幻就是不实在的一个妻可 我常常看我自己是不实在的一个妻可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实在的一个妻可 佛法的存在是精神的 是属于精神 用现代话就是讲精神的 你只要有那个精神 我是一个精神的上司 你只要有那个精神在 师尊就在 你失去那个精神 师尊这一个幻区就是去到那里 也等于没有去一样的 我们修行人都要记得 你是一个幻区 你要看自己不是实体 是一个幻区 本来就不存在的 没有来也没有去 这个实体是精神化的 一个真正的上司是精神化的 我讲这一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 我尽量满众生的愿 好像大家都在请 奥特利亚 他那个联起上司一到 他就拿一封信 这个奥特利亚要请你去 这个高上司一到 马来西亚要请你去 那个联起上司一到 他讲加拿大 阿门等要请你去 哪一个上司一到 就是这个英国的 真度雷尚寺的上司一到 他就是要叫我 又要到英国去 所以任何一个地方 要满众生的愿都要到 很难的 就是刚刚去过 他又来 又来要我去 那么讲一个 讲的就是 我尽量满众生的愿 但是要知道 师尊只是一个幻区 精神都会到 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的修行 懂得大圣菩萨 是怎么做的 你们都受过菩萨界的很多 大圣菩萨是怎么样子做的 不能有贪 不能逞 不能有恨 不能有厌 还事给你的 你全部都要受 而且你还要慈悲 还要去同情 还要去帮助 我妈的便利用 各位观众 农历7月15 中元节即将到来 同时也是佛教的教校乐 中国人总是特别把握这个时间 举行祭祖 或是超度法会 现在台湾雷藏寺 特别在8月26日 星期日 举办中元节 地藏王菩萨 习栽祈祈福 超度护魔大法会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或前往参加 祈愿大家所求如愿 王者往生净土 名阳两厉 光明吉祥 详情请洽 049 2312 992 现在就赶快来欢迎 我们今天特别来宾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莲花乐志上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阿密佛佛 第二位快来欢迎的是 莲芯教授师 教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 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他们票选出来的 我们其实好像以前也做过这样子的调查 就是说我们如果现场来访问的话 不一定大家会很举手举得很快的 就比方说 请问你认为你的婚姻很幸福美满的 请举手 所以我就说嘛 这一批观众真的是 都跟我想的不一样 刚刚算我没讲 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婚姻不幸福好不好 他们想要来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在场呢 首先有拿麦克风的来 假如婚姻不幸福 要如何挽救 你觉得呢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真的很多很多 那我们也听过很多 那其实周遭很多朋友也有很多 但是你没有发生自己身上 你的先生就在你的后方的左边 对 很幸福的是 因为我们是真佛佛教的家庭 那我跟我先生都是真佛中的弟子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那一定要给你们特写 你们是因为信了真佛中才结婚的 还是结了会以后才信真佛中 我是很小就皈依 那我先生也是因为我的关系 皈依到真佛中 哇 所以这个就是很棒的姻缘 你是在印尼吗 对 在印尼 在印尼耶 同胞们 我们节目在印尼看得到吗 好像现在还没有 但我们希望有 因为其实印尼的师兄姐们 很希望看到许雅琪师姐的节目 哦 现在告诉大家 你们看西雅图雷藏寺的网站 对不对 就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节目了 有没有人会背西雅图网站呢 谁 好 这些都该打屁股 所以他是在印尼 从小就皈依 然后幸福美满 所以你看看千载难逢 有没有人不美满的 有 有啊 好 你自己举证 对 好 那其实我是想请问上师 因为我们有一位同门 那么他其实是在上师那边皈依的 我相信上师应该还记得一位师姐 那因为他结婚了以后 那家里面陆续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从他一结婚 他的婆婆就癌症末期 然后没有多久他的阿嬷就是 南方那边的阿嬷就中风 就公公又重病然后婆婆最近往生 那么其实家里很多的人都会把这一些的问题归咎给他 那他自己因为本身又是同门 那么他也是希望说看有没有佛教就是我们真佛中的力量能够帮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很多事情我是觉得说 每一个人的命运不同 以这位师姐本身来讲 很多人他当他没有事的时候 他都不会想说要往宗教去想 但是等他真正发生了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找个目标 刚好他的目标是因为这西部刚进门 他觉得说可能是因为娶了你以后 那你没有带给我们家里任何的益处 其实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比较不公平的做法 古时候很严重对不对 说谁客夫啊 或说你嫁了谁会不会这个对不对 有没有帮夫运 其实夫妻最主要就是说彼此之间能够适应对方 那么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跟目的 就是说信息相同 宗教相同 这个是最基本的相处之道 因为你就像人找朋友聊天也是有一个目标 那如果今天他没有办法跟你是一样的 该怎么办 用真佛秘法有办法让他可以和谐一点吗 其实就是说像我们在修法里面有观像 有色招 那么利用佛法就是说把自己另外的一半想到旁边来 然后借由佛法的光明给他铸造 因为在佛经里面其实他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能不能接触到佛法 还要跟你自己本身造的因果深跟众有观 有的人一百诗不能闻佛法 那不能闻佛法表示他要继续轮回 在印尼就可以这么小就归一 对那是不容易的 他前世的根基了 所以真的是很幸运 佛缘比较深 所以用秘法的修法观想他一起来同修 那我看在座的也有很多有欲言又止 比方说这位师姐是不是 还是这位师兄 我们先介绍一下好了 佛佑雷杖斯的彭堂祖你好 他功德无量 刚刚他们说印尼很希望看到我们节目 那其实彭堂祖他在新竹对不对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新竹有在播出了 感谢你 听说很多的观众看到师尊的开示 就有打电话来询问 也有归一的对不对 有好几位 那我顺便把麦克风交给你的原因呢 一方面也是 我们大家很好奇你的婚姻状况 因为就是说坊间的说法有多种 你自己要不要接这个节目来谈一下 到底学了佛有没有婚姻不好 或者是婚姻变更好 还是你觉得没有影响 其实学佛之后 这个婚姻应该会变得更好 更美满 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这个燕我很多啦 但是学佛知道因果之后 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说 噴到这种事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那比如说夫妻之间我想包容非常重要 我认为人的缺点很难改 那夫妻结婚久了之后 缺点眼形毕露 那你就用包容啦 这样子是可以 另外就是说 我是觉得保持新鲜感 所以你一天到晚去大陆吗 没有 保持新鲜感 稍微一段时间就跑跑大陆 是这样子吗 这个有时候距离是可以 就是小肥胜新鲜啦 当然重点不在这里啦 我的意思是说保持新鲜感 比如说太太也好或是先生也好 那太太其实常常也需要装饭自己 那大陆的这个台湾商人很多 那么会让台湾的这一边会很担心 因为很流行的就叫二奶三奶四奶 对不对 听说 到底你们去了那边 这样子的吸引力对你们男人 正常男人来讲 是不是真的是魅力无限 记忆几个朋友在讲 确实如此 那你自己认为呢 这个啊 这个我也觉得是 男人的天堂 男人的天堂 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那边就是经济上的关系 所以它很多城市都非常发达 那发达的话商务就发达 那商务发达的话 这个就发达 那要有定力啦 要有定力 强的定力 那用什么方式呢 真宏义法哪一个法门 这五戒嘛 我们常常如果说动心的时候 就要想五戒 哦 五戒第几条怎么样 你说不动心那真的是骗人的 他蛮诚实的 他蛮诚实的 陈老师齁 这一集一定不能让你太太看得懂 那后来动了心以后该怎么办呢 蛤 就是 让他那一瞬间动一下这样 对啊动一下然后就如如不动啊 对啊 很轻闭一下啊 所以先动一下 想到戒律 然后想到五戒 然后再才如如不动 对 好 这是男生的说 我们再找一个男生好了 这个新婚的 来来来 他刚刚讲的那个有可能吗 先是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这个你认同吗 认同啊 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多少都会 今晚你会看一眼吧 哈哈哈哈 好那怎么样做到如如不动 就看一眼就看就算了 好后面的先生来 会吗 是真的会不动心不可能的吗 会稍微看一下 我不知道别人这样对我来讲 是几乎是不可能 我只要看到比较漂亮的女孩子 我就会一直 这个不错那样子 可是当你 你是意思是说 你一定会动心 一定会动心 啊 可是当我要动心的时候 我就会把那女孩子 想成是一条虫子 他们蠕动 那就是虫关嘛 那那个时候你就 你就会洗鸡皮疙瘩 那时候你就如如不动了 我就说我们这批录影的观众 都修得好啊 怎么都可以做到这样 来 台南的 来问问看台南的 我曾经有 那应该讲说是堕落过啦 对啦 然后如果说后面 有人在问我的话 那我可以用我的例子 可以让他做参考 我以前在那条前路上面 看到很多状况 很多风风雨雨 那现在我走在这条路上 至少让我觉得是一种感动 一种安稳 安稳 对 安稳 好 我们现在再转过来看 联心教授师对不对 去年11月11号 支撑雷杖是十人金刚 师尊去 然后师尊那个时候开始就讲说 就是说 夫妻之间 其实到最后就是责任 义务 还有包容容忍 这样子 那么这个后来呢 我们有一个师兄师姐夫妻两个 他们有一天就吵架 吵架以后那个师兄就跟他太太说 反正我现在对你就只是有责任 包容 包容 他有义务而已 他就把这几句话拿出来讲 他太太就跳脚气了要死 我觉得那样讲很绝情 现在对你只有什么 义务 义务 责任 责任 包容 忍 忍忍 忍忍 他太太就很生气 真的跳脚 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 我们在旁边看起来呢 我会觉得今天我进入了真佛秘法 来修持了真佛秘法之后呢 第一 你是不是改变了你自己 你改变了你自己 当然我们不可能去改变别人嘛 对不对 那么第一个你就是先把你自己改变 把你的心态调整好 然后用你的真诚去感动另外一半 那么慢慢的我想就是师尊讲的 我们要有包容的心 要容忍的心 先改变自己 然后再影响旁边的人 这样子是会比较有点 有点 有比较方便 就像刚刚莲珍讲师讲的嘛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先改变 先把你的心改变 那如果说你修了这么久 结果你自己的个性还是没有改 一天到晚也是发脾气 你如何去影响你旁边的人 是 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所以先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呢 就从师修真佛秘法 有很多的法门 各位观众 《莲生活佛卢圣燕写书》 已经接近第200本 这项经事记录 令人赞叹 更期待有盛大的庆祝 现在大登文化开始加温 密集筹备 卢圣燕文集200本庆祝活动 从第195册开始 欢迎您注意每一册 搜集贴纸标签 未来将有许多赠奖方案哦 对于这么度重辛劳的根本上师 让我们回报最实质 最直接的掌声 欢迎加入大登文化俱乐部 大家来找佛 在上礼拜我们问您了 财库位通常是在客厅 以井门的什么方位呢 答案就是斜对角 今天我们要问您的是 农历7月18号 台湾雷藏私有五娘会的活动 请问这一天是要庆祝 哪一尊仙佛的诞辰呢 如果您知道的话 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哦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